你自己做的动作 对于一些操学者来说 穿着一只Ski Boots是很辛苦的事情 我现在教大家有什么方法 很轻松的穿着Ski Boots 首先我们给Lenna打斜 不抹开 因为打直抹开的时候 大部分自己做的动作 这个不是不行的 但是更加辛苦 因为当你的脚落的时候 你的脚硬的位置很辛苦 所以我们现在试试 让口打斜打开 打斜的时候口就会抹得很大 这个时候我们要插上脚 你看看多轻松 我们开脚接它后 脚甲設定位置 在地板上 瞬兩瞬 为了让脚腕辅置得斜太多 现在你开脚鱼 这样穿的时候才更快 拍回頭 為什麼不太用手指呢? 因為用手指 其實很容易弄傷你的手指 因為不太夠力的 第二扣 逐格的上去 記住了 大部分人第一次扣的時候 就很貪心的 他一下子就扣到最裡面那裡 就覺得越緊越好 其實越緊 令到你的腳掌的位置夾得很冷 所以我們穿的時候 最好是逐格逐格 那第三扣 對 那第三扣 我們就試了 第一扣先 好 輕鬆 那第四扣 又輕鬆 我們開始看看上面這條繩 那這條繩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這條繩 其實是令到你的Liner的位置 容易 貼著你小腿前面的靜骨的位置 有時候你拉不動 那通常我們女生 通常我們女生 通常不太夠力的 所以 就可以 用這條繩 拉電線 然後 現在感覺到呢? 感覺到呢? 你中間的第四扣 和第三扣都鬆鬆了 那我們就逐格逐格 逐格逐格 逐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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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那些學生 就問我了 老闆 我們穿的時候 很緊的 很舒服 是不是很緊 是不是鬆一點 好不好 其實呢 for beginner 那些時候呢 我們通常呢 穿了你們 抹抹抹抹抹 之後呢 其實有手指 放在那個位置 就可以了 重複了 那我們穿一穿 我們右腳先 Lana的腿打斜 又要放下去 用脚的位置去鞋底部 做鞋扣手掌位置 慢慢打扣 第二扣 这里有一个新方法 我刚才说了 女孩子不太够 不够够的时候 扣一扣扣 扣后 扣第三架和第四架的帕扣 完成 再说一次 Lana的腿 有时会在一块鞋的外面 所以记住 一定要 黏住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一定要黏住 你对滑雪马 我们会有时间放松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就解释给你们 拜拜